现在看到通胀数据后 你如何评估未来的息口走势呢? 例如3月加多少利率 以及今年你预计会加多少次呢? 当然,昨晚美股反应相对比较大 如你所说,最主要是美国公布的CPS数据 因为今次的CPS数据的确是7.5 一来比原本月期7.3还要高 以及环比来说,其实升幅比原本月期更多 所以如你所说,一出完之后 其实整个市场立即是有反应 譬如债息立即急抽 10年级到两年流上 甚至美股都有个比较显著的下跌 譬如如你所说,最主要大家担心 就是加息的预期或步伐 可能比相当中还要大还要快 的确,如果以现在市场去估计 真的如你所说,可能去到7月份 已经加到一厘的时间这样计算 其实意味着未来三月份开始的几次会议 其实每次都会加 甚至第一次加息 的确是有机会加50点 力度比较大一点 所以股市反应就会多一点 当然我觉得现在的机率都有这个情况 可能三月份真的会走第一步 会加息力度大一点 因为最主要想取得了所谓的投威 起码令通胀真的稍微压低一点 因为虽然今次通胀其实都说过很多次 这么高的一个情况 不是说完全是由经济 不是说完全是由需求去有个带动 所以只加息 其实就不会完全压得通胀 因为通胀最主要今次形成 其实另一部分都是供应端那边的影响 比如供应链的紧张 但是起码做了第一下 大力度一点 令到反应多一点 大家之后看下去的情况是理想一点 而且始终我想要考虑的地方都比较多 因为特别拉多一点 就是去到年底 即10月份开始 都是那句拜登有个中期选举 那变相我都觉得 其实一来当然他都是要拿票 二来我想他都不希望 去到差不多年中打后 都还要为加息去做太多动作 因为如果那一刻 比如可能六七月之后 才加太密的 其实打多支加息 反过来都会影响着经济 那这个都会影响着 他那个选举的情况 所以反而有机会 可能在年初这段时间 一开始动那一刻 先动劲一点 目的令到反应多一点 还有之后不用走那么多路 所以我觉得三月份 加50点这个机率 现在是真的多了 但是的确这么说 如果这样算下去 可能对股市方面的震荡性 也会大一点 但是实际看法来说 又未至于太过悲观 因为始终刚才都说了 现在没错大家不断估计 加多少或者力量多大 但是其实之前也有很多的大行 很多分析都已经在估计 其实最劲的时候 估计是年内加7次 基本上你现在每一次 社会也都会加息 所以其实这个 应该是比较偏最极端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想都没得应该多过7次 或者8次留上了吧 所以反过来说 市场都有一定 基本预期的时间 就算最终这刻出来 真是6、7次都好 未至于太负面了 反而反过来说 可能假设慢慢走下来 原来没那么多的 可能都是维持4次 或者是最多5次 其实已经反过来说 会比较夹了一点点 可能到时会对美股会好一点点 所以我想短期 当然模拟第一季之前 即3月份前 可能加第1下之前 预期都会是比较大上大落一点的了 但是中长线来说 未至于非常之悲观 我想这个要真是慢慢 看一看下去 实际加息的步伐预期先 谢谢大家